行政院关于三加十一的报告在立法院开议首日曝光 不过在野党就质疑说这个内容呢 只字未提曾经提议要放宽检疫措施的范云 也没有提到破口根本是在关关相互 那范云对此呢也出面回应尊重 同时从监察院报告当中也意外发现哦 在野党立委邱成远以及邱显志都曾经呢 为机组员发文给卫福部 不过邱成远现在是大切割 说自己跟范云不一样 邱显志也是气到破口大骂 说成型内容跟三加十一无关 自己调整麦克风 民进党立委范云在政院调查三加十一报告出炉后 首次站上镜头前 但其实整份报告内容只字未提他 也没有说破口从何而来 让在野党痛批根本关关相互 尊重行政院的调查小组的结果 那未来也有监察院的调查 那调查报告 那我的态度都一样 范云因提议放宽机组员检疫 并召开协调会成为众矢之地 但监院相关调查中却揭露 其实在野党立委也有份 民众党立委邱成远曾在3月23号发函 卫福部转达机师工会放宽检疫政策陈情 跟这个范云委员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我们并没有去召开任何的协调会 也没有来去做强烈的建议甚至是施压 一刀大切割 但这么说到底有没有发函卫福部 我们都会再转陈情 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也被点名 今年1月曾发文卫福部 传达空服员工会陈情 让他气到破口大骂 全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机上的服务的流程的问题 哪里跟这个7加7跟5加9跟3加11有关 黑白乱说 这真的是非常离谱 拿在野党来垫背黑白乱说吗 谁帅锅谁该负责 谁都不想扯上边被当斩犯 记者赵云川刘慧晨台报道